日本又发生意外 位在东京都大田区JR大森车站旁的商店街发生爆炸 火势迅速蔓延 导致JR有多班的列车停驶 猛烈的火势甚至还逼近铁轨 工作人员是紧急架骑铁梯 疏散大约800名的乘客从铁轨逃离 突然巨响不断传出爆炸声 日本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 东京大田区大森站附近拉面店发生火灾 由于火势猛烈目击者表示至少听到两次爆炸声 受火警影响JR京兵东北线列车和JR东海道线列车 在品川站到莆田站区间双向停驶 紧急将800名乘客从停驶的列车上 徒步从轨道疏散 当地警方表示起火的地点是一栋三层楼建筑 一楼是一家拉面店 旁边还有另一栋三层建筑 也被波及烧得焦黑 出动24辆消防车灭火 一名20多岁男子在火灾中受伤 河南一台满载烟火兵炮的货车 突然被引爆火光四射 从天炮四处乱炸 浓烟滚滚滚 官方表示货车驾驶第一时间就逃出车内无人受伤 不过越南河内一处车流庞大的十字路口 一名骑士起车闯红灯 被一辆汽车撞上 骑士在空中喷飞360度倒地重创 一旁等红灯的骑士 也被眼前一梦下的认在原地 而湖南张家界72斜楼景区 一个飞衣老茶馆在表演期间 顶棚坍塌 多人被埋 现场一片混乱 然后我睫毛被砸了一下 那坍塌的时间 有十秒钟之内就塌完了 从当时的画面来看 舞台正在进行僵尸表演 下一秒顶棚就坍塌 不少网友直呼看了好毛 官方指出当时阵风暴雪气候 不排除是积雪压垮顶棚 共造成22人受伤 其中一名小孩头部受重击 伤势严重 记者综合报道